有人说张飞居然长的酒窝是哪里,是猛张飞啊,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吓死吓吼觉得不对,我还有酒窝,你看是在天脸盘,有点像张飞啊,再看看还有网友这么说,我觉得新版张飞挺可爱的啊,历史上的张飞据说是一个帅哥呢,啊,还有网友说看见了飞哥的下场,这这是说的张飞吗? 这是说台湾的飞哥,我以为是黄马的呢,说的是费青的哥哥啊,和看见飞哥的下场,我觉得我必须得戒酒了啊,这是引以为戒啊,那么这个这一集播完了以后,网友众说纷纭,那么更多的疑问在于张飞这个人,真实的张飞是什么样子啊,就今天谈到这个话题,说三国里边还是一喜了一样,就三国演义里边说是当时刘备啊, 看到那个张榜之后啊,说大丈夫应该为国效力啊,完了回身他探牺牲嘛,就听后边有人说大丈夫当为国效力太牺牲嘛,一回身看张飞了,说张飞身高八尺,抱头海眼,他有八个字,形容叫声若驯,雷势若奔嘛,就应该为雷四四气飞,就好像一个娃娃, 这是希腊神话故事,你看在中国哪有这样,哪有这模样的半人半熟,就喝着张飞,就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,但是这个呢,要说细说的话呢,恶巷上里边有个段子,叫巴善平传统巷上,他其中说的张飞,他是以长板破纳会自荐他先说,曹操看着张飞过来了,曹操说什么, 昔日关云场,曾对我言,他有一三弟,姓张明飞自艺的乃一莽撞人,今日一见,果然非比寻常见,张飞抱头怀眼面如润,铁灰中透亮亮中透黑,海下一步黑缸染杂里扎沙,有如印针,恰如铁线,他前面这段事说,张飞长相接着,他说,张飞这打扮说得很精彩,说头带冰铁窥二龙豆宝,竹鹰飘洒,上欠八宝云若散盖花, 花光鱼长腰细黄丝透身披索的连环,呀,足灯虎头,战靴胯下马,万里烟云瘦,这个等于是给张飞开脸说,张飞整个气势穿戴,但这个有人指出来了,就说一个幽机黄丝透完了,就足灯云底战雪,结论是张飞没穿裤子,唯独没说他有俩组,对,但是厉害,不是让胡子给挡住了,那简单说, 在所谓真实的历史当中,这张飞大概是长什么样子,其实呢,这个历史记载应该说,虽然说没有那么明确记载,但是,我们也能够考证出来,张飞确实像恶,刚才那个搜狐网友所说的是个美男子,诶,证据呢,比如说我先说一个证据, 那么就是,咱们在2004年在四川俭阳出土了一个什么呢,五虎上将的这么一个石碑,就五虎上将官长张马芳,结果在那里面,我们可以看到张飞确确实实非常的好看,都不能说叫英俊,因为呢,人还是英俊,还是还是要那个红中透黑,黑中透黄,对不对,现在我们这个过去很多年前也是追追求的这个, 而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哈说错,然后现在,你又追求你,比如说欧洲人啊,每周周欧洲人人,要要把这脸晒得黑黑的是吧,不以白皮肤为荣了,都以黑皮肤为荣了,所以这就是最最佳的美男子的标志,这是一个,这是一个证据,第二一个证据呢,就是说,恶,你像这个刘善是吧,这个当了皇帝,当皇帝以后,就得想想重拾后宫啊,选了很多很多人, 但是呢,选中的这个一个恶皇后,一个贵妃,这俩恰恰都是张飞的,你看她女儿都那么漂亮,这当地的能长得像她这么美,看得挺多了,这个女孩儿啊长相,是有的时候像爸爸,但要张飞要是大眼睛的话,她可能继承这个女孩,不可能继承父亲扎里扎撒, 一步更然再下来说话,这张飞她女儿在后宫对流流说,哎呀,就就是我爹跟我说了,让让我给生生儿了,你快走了,所以她必然是遗传了这些优点,嗯,刚这是抱眼啊,在女孩那挨一看,俩眼睛挺大,抱头还眼,眼睛挺大的,就跟招财盲似那种, 你就遭见我们张飞了哈,那刚才说到张飞的女儿嫁给了阿斗啊,以此来证明他俩俩长得不难看,特别好奇,张飞的老婆是何许人也,这个还是真有记载的,张飞的老婆呢,应该说是夏渊渊的这个海夏侯渊,夏侯渊跟曹操呢,他俩算是那么个的说,哎,所以夏侯渊儿子夏侯爸爸,其实张飞娶的是夏侯爸的妹妹, 据说张飞有一次啊,上山采花采花,这俩子不好听,这游山玩水吧,正巧呢,就看到了这个,夏侯渊的这孩子,再一看漂亮张飞,眼睛一栋花姑娘大大的,玩了马上就给弄下去了,家还真喜欢英雄,这个舅舅有类似是什么情节,隋堂里边有一段玉尺,供玉尺静德,爱,说黑白二女那段情节,是人家美女爱英雄, 那后来就生下了这么孩子之后呢,这个孩子这不是恶,后来嫁给了这个柳善,一个是皇后,一个是贵妃俩姑娘,就按这个贝儿来看呢,他应该管这个曹操啊,叫熟丈人,因为什么夏侯渊是曹操的堂弟,哎,你是他的女婿,那么就管他叫熟丈,所以由着我们就可以看到位属之间呀,本来不可以不打仗的,都是这诸葛亮瞎条,所以, 人家才打仗,人家本来是亲戚,是把诸葛亮说成坏人,我们没说两家本是一家人呢,咱们这罗冠中他干嘛非得把张飞给描绘成这么一个样子啊,嗯,历史上啊,其实你看这个这者,这就连那个陈寿,陈寿讨厌,你看他写了很多人,写那个刘备大耳推荐,写那个关于梅养工,哎,等到写张飞的时候呢,他得忘了, 没提这事儿,他没提这个张飞什么模样儿,这样的话他也没提,哎,乐观张一想,哎,我这戏里头啊,缺一个丑觉,你看所有人写嘻哈,也俩有一个丑觉,像其实这个人阳如说,缺能丑丑觉,就这里边,假如说关公,这是吴老生,刘备是闻老生,哎,周宇啊, 这些人这属于那个小时候,那这里边得缺一花脸,他实际是个花脸的角色这道眼,哎,所以呢,他就缺了这么一个角色,最后就把就把这个人啊,成这个角,而且吧这个事也不能怪狗观众,要你我三位,谁写这个也一定得这么写,假如说你把它写,知道你要写什么,写成的很英俊的话,那照云英俊,写成假如说很潇洒国傲的话,那关于这些人,这些人这属于那个小时候,那这里边得缺一花脸,他实际是个花脸的角色,哎,所以呢,他就缺了这么一个角色,最后就把这个人啊,成这个角色,最后就把这个人啊, 他写的面光,还是刘备跟面光,你要这么认却,他不俩人一样吗,俩人一样,你说还有什么戏剧情节可以展开,不好推出呢,所以说这个的话,他一定得写出差异话来最好的差异话,这里边没有一个粗粗大大的形象,那就让他来吧,这一么大的人都是这么写的说,肯定都是这么写的对,是吧,啊,下一个问题啊,这我很关心心, 是不是张飞是一个有用无谋的人,那绝不是这就说张飞啊,我们把他形容,就历史上的莽撞人呢,分成好起来,我有小的时候看过一本书,说的特别有意思啊,就是说非洲这尼罗厄,你看块头挺大的,在吃动物上,他特别有算计这个,所以有人说他是张飞,而不是李逵,李逵真是有用无谋,张飞是粗中有谋,而起码来说, 张飞的这个计谋啊,甚至能影响到什么程度,你看咱们说中国孙子兵法,世界范围文明张飞有一个计谋,直接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啊,那是啥? 你可你有有一个人,你能折龙梅尔龙沙之之虎,沙漠之虎,当时在北非时候,意大利利意大利队,所以他告诉你,对在北非人说,意大利人是节节溃败,希特勒看不上意大利人,希特勒给意大利人定位是总共六个字儿,能惹事好投降,当时就派自己下边,就龙梅尔将军去打一仗,德国队, 来,沙布什虎让德国队来了,结果就把英格兰队打得是节节败退,那时候我这是一看贝克汉姆也不好使了,这个时候盟军可派出蒙哥玛丽元帅,蒙玛丽元帅上来之后呢,他就考虑自己要统帅,盟军呢,一定在北非这块呢,把龙梅尔吓走的把他拿走,可是呢,双方的部队啊,实力啊,差不多,所以当时龙梅尔想那个蒙玛丽想了一个办法, 五百辆卡车呀,拉着些破树枝儿什么的,天天才是来回弄离远了,你个望远镜一看啊,烟尘四起,你不知道他有多少军队,罗默尔一考虑,我就是八万军队,我别都死了,这块我是这个欧洲大陆的战场是主要的,就从北非战场车走了,这就律师很有名的叫阿拉曼战役,我们看他的影片,这个卡,萨布兰卡, 就是以这个背景拍摄,那么这个是说明什么,我们记得这个当阳桥那一战吗,张飞让几个马,拿着树枝在树林来回拖,这不跟蒙哥玛丽这五百辆卡车吗,只不过是张飞,那时候没卡车,有卡车,他也用卡车,所以这个时候被蒙哥玛丽元帅学去了,等于直接决定了欧洲战场最终的成败,要是一个小二, 要不然能有世界界反法四战场胜利,他们感谢张飞去的,今天在他们宗教里都是一个相声张飞的,对对,据说这事好像真有点,选择的是安徽卫士尔,非常